滑队选手投接球暖身练习 台北大巨蛋正式启用后 成为吸引国际等级职棒球队来台最佳场地 独卖巨人军要来台了 球迷都非常的期待 不过现在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这场台日交流赛算不算国际赛事呢 3月2号 3月3号 独卖巨人 中信兄弟 乐天桃源 三支球队即将梦幻联动 但台北市府却认定 这比赛性质为友谊赛 并非国际赛事 因此判定远凶巨蛋公司 要缴纳千分之六营收 作为分论金 被市政府认定不是棒球的棒球 我要告诉你 这可能会有营收分论问题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价境上 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标准 再让主办方去决定他愿不愿意承接 所以要不要接成本会不会垫高 要看主办方愿不愿意来接 我们只是希望说很多事情 在条件上能够事先跟我们讲 这一次的技能对赛是因为是属于 友谊性赛性质 不是正式性的国际比赛 而且他有对外售票 既有商业性质 远凶话说的无奈 因为赛事是具备国际性 全国性 全市性 职业性 或是公益性 才能达到棉角标准 但台日职业交流赛 为何不算国际赛事呢 而且直到上周才接到消息 让他们很错愕 多了千分之六的分论金 未来恐怕 球迷得花更多钱买票 事后才在跟你讲说 我其实有这一笔 那他们当然元凶那边也不会认账 因为我觉得国际赛事 其实有举办是好事 也增加就是中日 不然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 东京独卖军队球员来台湾 当然是打棒球 难道他是唱歌给台湾 在地的球迷听吗 这样子一个荒谬的一个认定 我觉得我想是一个 非常二职的一个先例 就连台北市议员也炮声隆隆 毕竟能够邀请到 日本职业一军来台 北市府却认定 不是国际比赛 恐怕得问问 也是棒球迷的蒋万安市长 同不同意这样的判定 淮宇新闻林伯和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淮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订阅